歡迎光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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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成 有人要抱怨妳好不好 好 來喔 後面這位朋友妳好 妳好 怎麼樣 他對妳做了什麼事妳不爽 我跟妳說 舒子晨太任性了 我喜歡妳的腿 白性 搞什麼白啊 我已經知道他是誰了 他這個身高 真的嗎 妳看那個頭都被咖掉了 頭髮的個性高 妳有認識一個六尺女巨人對不對 他都幫飛機加油 我都是在椰子的工作 對 在椰子 然後幫飛機加油 他應該是打籃球的那一位 打籃球 打籃球 沒有打籃球的朋友 錢惟娟 不是 不是… 那是前輩 他應該是我在 妳的後輩嗎 大學生了沒 時期 然後同時期打籃球 應該就是劉璇 沒有別人 劉璇是嗎 請開門 就知道 就知道 真的耶 你怎麼這麼高啊 沒有 劉璇 我跟你講 第一條不用講了 妳說得對啊 沒錯 對 他就是很任性 他就是啊 他就是啊 我先聽聽看他要講 我任性什麼事情 好… 因為你知道我是一個 很愛打麻將的人 我不知道 你知道啦 打高任性 對 因為我非常的愛打麻將 然後他有 因為他是完全不會的人 他那時候就覺得說 我很奇怪 怎麼會成於麻將這麼的深 他就跟我說他想要學 叫我教他 然後我就特地揪了幾個朋友 兩個朋友 然後加我加他就四個人 而且我還記得那時候 是在年前 結果你知道打著打著 他也都學會囉 突然大概打了40分鐘左右 到一個小時之間 他就說 然後我就說不行 因為現場沒有人可以替 就只有四個人而已 就只有四個 如果你不玩 大家都沒有辦法玩 他就說可是 我真的覺得滿無聊的這個遊戲 而且我做得 我腰不舒服 我屁股很痠 這麼任性啊 然後我就很尷尬 因為另外兩個女生她不認識 然後我就有點緊張 妳又是中間的 對 我又是中間的 然後後來我就只好 一直跟我朋友道歉 我就說 那妳至少要把這一圈打完 他就覺得說 為什麼一定要打完這樣一圈呢 不能就是 說停就停了 我說不行 妳至少把就是這一圈打完 結果最後我們打了兩圈 沒錯 然後結束了 然後我 沒錯 公平性的問題 對 因為每個人都有機會嘛 對 然後結果我就只好就是事後 還跟我朋友道歉 然後還請他們吃飯 跟他說不好意思 就是因為他 他不是很會打牌 懂了 當事人 那是我人生當中 第一次打麻將也是最後一次 因為重點是那一天他們沒有 打籤 對 我就覺得很無力 沒有成就感 衛生麻將 是不是很無力 不是 那只是衛生 那不衛生 因為…不健康 不健康 我就是想說他不會打麻將 然後我第一次把他來 然後就賭錢 好像我們三個在挨他錢一樣 不是 人家說要繳學費 打麻將 才會學會 你打五塊兩塊的好玩嘛 對 好玩就好 國粹啊 拜託 而且有重點那一天是除夕吃完飯 他是台中人 但他沒有回台中 他一個人在台北 我台北人吃完除夕年夜飯 還去陪他打麻將 因為他明明知道我不會打麻將 他會找我就是已經出此下下策 三缺一 對 真的下下策 我懷疑他那天就是 根本是揪不到人 對 不是說要教你 對 你怎麼心機那麼重啊 我是很認真在教他好不好 因為他從來沒有約過我打麻將 從來沒有 我們認識十年多 從來沒有 我有一次去朋友家也是三缺一 弄到最後真的不行了 只好請他們他的朋友來 那朋友也就是不太會 那我們就交 交到最後他真的要碰 太太碰 太太 對 對 飛翁啊 飛翁 飛翁到早下來了 搞得我們很尷尬 抱歉…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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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就說 OK… 太太 律師兄 吃 OK 吃 吃 沒有碰過這種 打麻將吃很怕被扣薪水了 太太抱歉子嗎 太抱歉 什麼人都叫飛翁打麻將 對啦 太太打了手癢 第一次玩就是 有些規則我會不知道 我就問他們說 這個這樣可以嗎 這個是什麼槓嗎 還是怎麼樣 而且我很常玩到後面 我多好幾張 那就像公了 對 所以這怎麼玩錢 我就不能看到他錢呢 沒關係啦 以後打麻將 反正找…找他幹嘛 找我 你怎麼樣控訴他 他麻將的事情 我就不跟他計較了 是 我最不能忍受他的一點是 他只要 他沒有交男朋友 是那種隨口隨到的類型 他只要一交男朋友 OK 失敗了人就不見了 很像那種知名餐廳 你要提前一個月 跟他約時間你知道嗎 下個月的幾號幾號 一交男友變米其林就對了 對 一交男友就變米其林了 這樣很沒道德耶 訂不到位耶 對啊 那也是啦 可能拉警報了吧 我都30幾了 如果我還不以男朋友為重 我要什麼時候才可以嫁出去 不是30幾多難聽 因為這樣 這樣有這樣好嗎 擔心嫁不出去 我是現在連找男朋友都很難了 憲哥 因為沒有 男生普遍都矮耶 不是 我就沒辦法 我天生都長這麼高 男生普遍都矮啊 那有什麼 而且我覺得他控訴我這個點 有點不太公平 因為其實他也是一個 會見色忘有的人 因為你知道有一年我生日 我每一年生日 通常都是兩個人 自己吃個飯而已 結果有一年生日呢 剛好在我生日前 他工作很忙 所以我們都沒辦法見面 我就跟他約好說 我生日我們吃飯那一天 我們兩個可以就是自己聚餐 然後可以聊一下心事什麼 結果你知道他當天 帶著男朋友出現 就是阿齒 阿齒 然後我就 那個不齒之等 我就想說 我明明就生日我是主角 我當天變一個電燈泡 我是主燈嗎 我就在他們兩個面前 而且是最高的那一個電燈泡 然後明明就是我是壽星耶 然後我就覺得我在吃狗糧 生日餵我吃狗糧 因為那個時候 我跟阿齒剛剛在一起 我想說男朋友要帶給好姐妹 鑑定一下 對 因為他也還沒有看過他 然後想說 但是他單身個人生日派對 是不方便帶 我就想說希望是我們兩個自己 就是 他應該要明講 他應該要說 當天就我們兩個就好 你不要帶別人來了 不是 每一年就我們兩個有 不是啦 Happy birthday to you 母湯… 我覺得這是他個性問題 因為他有一些話 他其實他想講 可是他不敢講 不行 話要說清楚 因為再熟 因為就是越熟 你越是覺得他應該知道吧 我不需要講吧 到時候誤會就產生了 直來直往 對 不行… 比如說我很生氣 我說我覺得你現在真的很討厭 很生氣什麼 我比較直來直往 可是他就是比較那種會想要 大家都好 但我就是比較婉轉 我就怕得罪人 不用怕 對啊 反正一樣 得罪給觀眾朋友這樣比較好嗎 然後我們來看下一條控訴是什麼 無所謂 第二點是 好 來 說他開車愛逞兇鬥痕 蘇子誠呢 對 你知道他只要一開車 一上車以後 他就變了一個人 車手 鹿怒陣 對… 他只要一上車 你知道有一次我 我坐他的車 然後遇到前面有一台車 他就是前面都沒車 可是他一直在踩煞車 然後我們的車就變成 被他們影響就一直這樣 然後 後來你知道那台車 就是遇到紅綠燈他就過了 結果反而我們就停下來 他就非常的生氣 可是像我在開車 因為他巷子太小啦 有一種就明明綠燈 你要趕快過 對啊 用滑的 慢慢的來 然後等到黃燈 所以他過去我們卡在那裡 對… 然後我們就 他就開始有點不爽 我就安撫他一下 我說不要急…沒關係 我們可以慢慢來 結果後來綠燈的時候 他就繼續開 又遇到他了 他就是在那邊 啪… 剛才喇叭就按起來囉 然後我就很緊張 我就想說我新聞看很多 就是那種行車糾紛 棒球隊… 他等一下下來拖一個棒球棍 我們兩個女生怎麼辦 我有妳 我怕什麼 妳那麼高耶 我是打籃球的 我不會打棒球 我當下就很緊張 然後我就跟他說 你…公子我念一遍 我就逼了 我以為妳要… 我以為妳要… 我以為妳要念一段三字經什麼的 練習那個口訣 沒有… 我都會一直… 我都會一直告訴我身邊的朋友 這句話 這麼沒有說服力的話 很有說服力好不好 那個劉璇 我舒子晨這一點是我欣賞 跟我一樣敢怒敢言 因為我覺得像他那種 前面那種就是不會開車的 惡劣 他不知道他到底要左轉還是要右轉 他到底要走外側道 還是那一車道 還有一種是他已經打左燈了 然後就要右轉 然後一直直走 對 你到底要不要 你有沒有… 對啊 而且還有一種 還有一種會開在大馬路上 會在那個雙黃線中間 游移 對啊 他不知道到底要往哪邊這樣 所以我有疑問 你們碰到這種車 你們都會按喇叭嗎 三保啊 不會 我們怕被打 因為我怕被打 所以我都會閃閃燈 然後默默的超過他 就是這樣子 我就不敢有 對方有太多的就是表達我的不滿 而且我不是那種叭… 我是叭…這樣提醒他 你到底要左轉還是右轉 後面的人很困擾 所以這個還是要小心一點 對 還太痛 其實…我覺得你們兩個 如果沒有對方 為什麼 你竟然都會這樣啊 你才最早死咧 真的 你才最早死 不要… 不要… 不要離開… 有一個人… 有一個人比較衝動一點 另外一個人就會拉住他 然後拉住他 那一定要配一個衝動的 我想如果劉璇女 我這輩子沒有紙承 這個朋友 你可能會一天到晚被別人 被欺負 對 被欺負 他常常被欺負的 對嘛 是不是還要扭你嘛對不對 對 因為他出頭 但你如果沒有他這個朋友的話 你可能會橫死在路邊 因為他就會幫你拉 你這個人說話這樣 補後到 所以其實你們兩個有點像是 那你開照我前面是不是你 互補 是不是你 但是這樣子 你們兩個有點像是情侶型的朋友 互補這樣 對 就互補型的 所以我們會說 心理學會說 其實也就是因此而互相吸引 他們有點像是 一個是油門 一個是煞車 沒錯 好 另外一組 來…謝謝 你們很好 謝謝… 來… 紅色訂閱的字樣 把它按下去 那就對啦 訂閱之後 這顆按鈕就會立刻 像現在這樣出現小鈴鐺 小鈴鐺 記得這個小鈴鐺 你也要給它按下去 就能收到我們最新影片的通知囉 趕快去